乱放捕兽夹可能会让毛小孩受伤 甚至丢了小命 动物紧急救援小组日前接获通报 表示在燕潮地区发现一只小黑狗 遭到捕兽夹夹伤 而且左前只已经断裂 虽然救援小组立即把小黑狗送往兽医院 但是伤口感染指数过高 再加上失血过多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小黑狗躺在兽医台上 奄奄一袭一点挣扎的力气也没有 翻开左脚露出白骨已经断了一截 让人看了与心不忍 受医师说小黑狗不但失血过多 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感染的程度还蛮厉害的 所以说他现在的话 除了断肢肿胀之外 他的细菌感染非常严重 发现指数很高 然后因为他长时间的伤口暴露 有很大的失血状况 所以说他现在目前贫血还蛮严重的 这只在燕潮地区被捕瘦夹夹伤的小黑狗 经过居民通报动物紧急救援小组 虽然在第一时间赶往救援 研判受伤时间已久 早早就被夹断一截鲜血迟流 附近的民众是讲说 已经看到他被捕瘦夹夹到 其实已经蛮久了 但是因为他可能非常惊吓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靠近他 所以他就是变成说 他持续的恶化 然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做个实验用水管测试捕瘦夹 铁欢瞬间弹体 水管牢牢的被夹住 可想而知对动物伤害有多严重 就算东宝法明文规定 禁止使用捕瘦夹 为整黑法 加上意外却还是层出不穷 其实全台湾各县市都有 但是我们觉得说高雄 高雄的山区 像燕潮啊 或者是说像阿公店那附近 也是蛮多的 我们怀疑说可能是不是有一些是要 为了要防止动物踩踏 他的花圃或什么而放置 真的不想再看到无辜的动物受害 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 发出痛心呼吁 请求大众遵守规定 不要再使用捕瘦夹 也期盼各县市政府加强茶器 让捕瘦夹真正从台湾消失 更多新闻李嘉隆 罗孝军 采访报道